穿着全身黑衣的女子 来到金融庙口人气炒面店 故意打翻胡椒粉 转身回去拿面子擦拭 但她突然伸出右手 偷走橘色衣服女子口袋里的皮夹 这时候被害人惊觉有意 当场起身质问黑衣女子 而这影片已经上网传开来 小偷有可能就是那种惯性的小偷 就在同一天 金融仁爱市场一间杂货店 也出现一名黑衣女子 当时趁着客人多 店员忙不过来 女窃贼偷走店员的包包 过程全都被监视器录了下来 我当时人是在这里 然后帮客人结账 然后我是刚好是背对着 所以她是从这边又走出来 然后她进来的时候 也是刚好有一组客人 然后她走进来的时候 一样是从这个路走进去 她都是从原路进去 然后又从原路出来 召窃的女店员怀胎四个月 原本当天要去医院产检 里面放的九千元现金 及妈妈手册都不见 爸爸放那边就被托了 她是要去看医生 她重点也是要去看医生 她有怀孕 她要去看医生 所以身上带有比较多钱 结果呢 结果都在里面被她偷走 相隔不到200公尺 旧庙口和仁爱市场 两间店都召窃 嫌犯特征相似 警方循现侦办 终于抓到这名 58年次的女嫌犯 那本侠发生两起的爬窃案件 那本案局非常重视 那目前已经锁定 嫌犯身份及其查系中 那警方在此呼吁 爱事物商圈 民众众多 请民众务必要注意自身的财物 那警方有业加强相关的 勤務作为 以防爬窃案件发生 警方提醒 出入人潮多的夜市店家 随身的包包要顾好 免得遭到小偷觊鱼 有机可乘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